大家好 我是沐川 最近太累了 孩子放暑假了 一直在给他找托管班 但是公司这帮人吧 都没啥孩子 主要是没什么婚姻嘛 就没有常识 我跟他们纠正了好多次 我孩子上的那个东西 叫托管班 不叫绍管所 自己带孩子确实太累了 前两天带他去逛动物园 怕他看不见 就让他骑我头上 以前只有老板敢骑我头上的 三十多度的天 三十多斤的孩子 三十多岁的人 加起来一百个不愿意 其实从科学角度讲 人是不适合当坐骑的 要不三英战旅部 就是刘备骑着关于骑着张飞 真正意义上的三头六臂 而且这样底下一个人的头 会完美地藏在上面一个人的当里边 一下子会少两个弱点 我实在扛不住了 我跟我闺女说 我说你看旁边那个小朋友 人家跟你差不多大 人家都自己走 我闺女说什么不下来 我就生气了 我生气的后果就是 那咱们大家可都别想好 我跟旁边小孩说 小孩 你走着累不累啊 怎么不起你爸头上呢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我也意识到 今天我爸也来了 我爸说你看我干嘛 我说我想三英战旅部 我很期待有人把这个场面画出来 我闺女那个幼儿园真的特别好 他现在甚至有专门的反恐演习 当时是定在1月10号举行 方便让小孩记住110吗 我还在家长群里幽默呢 我说 为什么不是11月0号啊 30分钟没人接梗 关键这个破梗 我自己还翻不上去了 我特别怕男孩家长 以为这是我正常的智力水准 我只能拿我媳妇的手机 补了一句 对啊 为什么不是呢 现在家长以为 这是我们家正常的智力水准 而且这个活动 最吸引人的环节 是他们会选家长 当劫匪 当时选中了我和一个大爷 应该是考虑到 劫匪不能太成功 所以选了一个老的 选了一个傻的 张大爷人真的特别好 但是他有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他有点过于捏他的孙子了 导致他跟他孙子说话的时候 都轻声细语的 我不知道你们 我这人是这样的 我受得了男夹子 受得了女夹子 但我受不了老夹子 所以我们都是在微信上沟通策略 大爷告诉我 怎么攻打幼儿园 怎么拉电闸 怎么逮小孩 大爷表现得有点过于有经验了 我都直接想报警 把他给逮了 过了两天 一个新的微信号 独看西洋家我好友 说我老张 我说大爷不是那个号来吗 他说那个号给你发的信息 还敏感词 已经被封了 我觉得我越认真相应的 我女儿肯定越安全 我开始锻炼身体 甚至想和孩子的皇家美苏家儿 望月儿儿童那份 近六倍高火免疫球蛋白 有强大的保护力 望月专为三岁以上儿童设计 我三十六了 肯定是三岁以上 现在就卡在怎么证明 自己是个儿童了 孩子一回家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老师说 出现危险情况上 你们藏在哪呀 闺女跟我说 老师说了 不让我告诉你 我说你们老师还说啥了 他说老师说 十一月没有零号 我跟小慧的爸爸一样 我说你得告诉我藏在哪 我可是你爸爸 我女儿在四岁的时候 就明白了什么叫 自古中校男两拳 当时演习 说跟我们歹徒 一人配一把泡沫刀 我为了这个 还在上海 报了一个刀法培训班 去的时候 那课程顾问问我 我说先生 您为什么在这个岁数 选择这么小众的运动项目呢 我说因为我要攻打幼儿园 他说要不您在学刀法之前 先学学刑法呢 演习那天特别兴奋 我跟大爷说 我说演习 咱们就认真一点 他让咱三点去 咱就两点半去 咱杀他个措手不及 咱们不搞那种 刑事主义的刑事犯罪 但是到了两点半 发现没准备好 我说大爷 咱们这个透头的呀 得是丝吧 你这个唇棉的不行 只能咽着头皮冲 我们俩冲到门口 保安说干啥呢 我说演习啊 保安说出去 三点进来 我们俩就在门口等 大爷说 小孟啊 以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 咱们在门口等的时候 头上最好不要带袜子 三点一到 保安对对讲机说 说歹徒已就位 然后演习就开始 大爷一开门 就往二楼跑 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了 保安说 大爷 计划上不是一楼吗 大爷说 一楼的都是大板 我碾不上啊 那些孩子们眼里 没有恐惧 全是兴奋 甚至还有沈腾的小隐秘 在那你过来呀 我闺女 我能看见她 一直在跟她同学说 那是我爸爸 那是我爸爸 她甚至想让我 跟她互动一下 证明我是她爸爸 她那种感觉 就是给我传递的 就是 是爸爸 你就来砍我 但是我走不开 因为我负责吸引火力 我之所以敢吸引火力 是我觉得 我这个体格是偏瘦的 保安那个叉子 对我来说太大了 他一叉我 我一蹲就躲过去了 没想到刚一冲进去 就被两个保安 用叉子的交集 就把我困住了 我心想完了 今天遇上俩中年润土 当时的场景怎么形容呢 你们见过香奈尔的logo吗 而且我的刀还被打掉了 五千块钱的刀法 一招也没出 我背情的同时警报一响 所有门都关上了 大爷就要被温中捉鳖了 我以为大爷会放弃抵抗 说以前我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一个老人 然后就地一躺就过去了 没有 大爷展现出超强的社会经验 他把刀 往垃圾桶里边一扔 然后跑过来 跟保安一块制服我 可能还怕我把他供出来 还用他的唇棉袜子给我堵嘴 我背情之后 那个摄影师就赶紧过来了 保安特别懂事 说园长来插子 你拿着你插着他 我就知道了 演习不是打打杀杀 就是人情世故 园长插着我就开始发表 讲话 说今天的反恐演习 劫匪孟某背情 劫匪张某被感化 演习圆满成功 但是我女儿根本不在意 成功不成功 一直跟她同学解释说 这不是我爸爸 这不是我爸爸 谢谢大家 文文川 大家好 我是文川 这轮比赛是我对志胜 咋赢 长得也不如他好笑 口音也不如他好笑 甚至连山东的 本土优势都没了 我跟化妆师说 我说把志胜刀吃得好看点 志胜说 哥哥 这多少有点 杯水扯心了吧 我这么好开了 我今年34了 35在山东就是一个坎 因为过了35就没法考公务员了 年轻时候想着35岁财富自由 现在35怕企业裁员 我看投学大会5已经到5.2了 不知道效果文化还能不能称到我35 而且这个年纪开始长小肚子了 我觉得长小肚子是因为长期受重力的原因 我就开始练倒立 就指望把这些肉流回胸上 然后人显得也挺拔一点 但这两天发现脸越来越大了 回想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真是一气风发 就找大公司面试 面试人坐在一块就聊 说我普林斯顿大学的 你呢 我说我山东科技大学的 他说 没听说过 我说没事 我也没听说过普林斯顿大学 你这在国外算几本啊 他说 我们学校是美国长青藤 我说我们学校还中国爬山虎呢 旁边还有个纽约大学的 我说我懂 就相当于济南大学呗 你一个地级是大学 我们山科都是省级院校 山东科大对标麻省理工 还有个莱斯大学的一张嘴就是 我们莱斯大学是美国德州 我说德州学院呗 最后还是录取我了 因为最重要的面试提问 你对劳动仲裁怎么看 我说什么是劳动仲裁啊 太少了 赢了 在大公司干了几年卷不动了 我就去了个创业公司 上边以后就发现 这个公司除了我 全是老板的亲戚 老板说把我当家里人 就是实话 因为其他人不用当 就是 他们还嫌令件群麻烦 直接把我拉到了他们的家庭群 全名改成了 相亲相爱一家人和孟川 整个公司都不用按字排备 就是按背排备 公司吵架十分混乱 怎么跟我说话 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个王总当二舅 我学死这种客公司 没有上升空间吧 就摆烂 老板还安慰我 说虽然我们是家族企业 但也不是任人为亲的 或者 你要是真不放心 你娶了我四姨吧 我这小白脸当时就红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这又不是职场 四姨服干好了 也不能生三姨服 我去那个公司第一次团建 就是给老板他爸过生日 我一分钱还没挣呢 先随了二百 但人家还挺体质 知道我没钱 说从工资里边直接扣 老板招我这么个员工 真的是给家人们 磨福利了 而且我们公司的会计 是老板的老婆 所以老板完全没法 藏私房钱 我说老板 我想涨工资 涨一千块钱 老板说行 给你涨一千五 但是你要烦我五百 我说那你录音 要不然我没法 给我媳妇解释 然后你录的时候 就说我返了你一千 我们老板在别处吃回口 员工餐缩水得很严重 唯一的一点荤菜 是辣子鸡 准确地说是辣子鸡架 鸡架捞出来 可以直接当标本 有一天看见肉了 我还说老板 你这是昨天没啃干净啊 后来人心涣散嘛 老板一带我们去 寺庙帮公司许愿 还叮嘱我们 说不能花公司的钱 许自己的愿 然后公司经营 就越来越差了 我也没想到 许愿管用了 然后发不起工资了嘛 因为仅有的不动产 就是老板的脑子 基本也没动过 老板就拿办公用品 抵工资 我在济南的家里边 到现在还放着一个前台 因为有用的 都让其他亲戚分走了 有后台的分有用的 没后台的分前台 我们家很大 大的能放下一个前台 我们家又很小 小的只能放下一个前台 老板还跟我说 说这个前台就是留给你的 这东西好卖 但你别忘了 卖出去的时候 烦我五百块钱 接着大家 我是孟川 谢谢孟川 三 二 一 请出票 孟川其实太炸了 厉害呀 厉害 冠军了 我是孟川 比赛淘汰真的太残酷了 但私底下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去年双胞胎想演话剧 我还给人家出主意 让人家演真假美猴王 其实每年比赛完了 我们都会受到好多的私信 有个网友跟我说 说川哥 我特别想看你的演出 但是我这个地方交通特别不方便 没通高铁 所以你可以修一条高铁吗 而且还有好些需要我转达 比如说你可以让杨丽多休息吗 你可以让李丹少喝酒吗 你可以让庞博立了婚娶我吗 我搞不懂 为什么让人家结了婚的离婚 效果这不那么多现成的吗 而且甚至有了谣言 前两天有粉丝发 说看见我和我老婆在沈阳机场 传着传着 就成了看见了我和我沈阳的老婆 后边更离谱 传着传着成了 看见了我和小沈阳的老婆 我都怀疑这个网友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想让我离了婚娶她 其实有些谣言传着传着 就会变成了迷信 比如说有个地方说 孕妇是不能参加别人的婚礼的 因为孕妇带小人 所以我一个哥们 他未婚先遇的妻子 没法参加自己的婚礼 我们就看着新郎在台上 跟四姨交换戒指 一个外地的同学还说 你们老家是开放包容 还有个朋友在问新娘 说你在干嘛呢 新娘说在等老公结完婚回家 我们俩的习俗是 新娘在上婚车之前 脚不能落地 你们也看见我这个体格了 肯定抱不动我媳妇 多亏了我一个哥们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她从她的车后备箱里边 推出来一辆轮椅 我推着我媳妇 经过小区门口 邻居还说呢 小工厂长得真挺好看 要不是贪了 也不至于找这么个老公吧 但我平时真的 特别喜欢看那些谣言和八卦 爆料的人有时候 还用那些人名的缩写 但是脱口秀圈就没必要了吧 一共就这么点演员 你但凡上过小学会拼音 你就知道 YYYY拼出来是演一演乐 我的缩写是MC 如果在沈阳机场 那个事用的是缩写 我觉得一帮rap 能帮我顶包 而且我在效果的人员 真的挺好的 因为平时他们喝多了 都是我送他们回家 他们也不敢对我不好 因为他们喝多了 说的话 我都记得呢 本来也不这样 有一次我送诚哥回家 第二天他就问我 说川 昨天我说什么了吗 我就想 这领导点我呢 等他以后就开始记 有时候他说太多 我都记不下来 我就直接打开 那个手机录音机 第二天发给他 整理好的碎衣记录 现在他们对我 越来越好了 我之所以能清醒 是因为我确实不能多喝 上次喝酒 有几个朋友就拦着我 不让我喝 我说那新认识的朋友 不值得多喝一杯吗 他们说值得呀 但这也不是咱们那一桌呀 他们就怕我喝多了 在人家桌上 跟人家掏心掏肺 但是酒桌上真的 特别特别适合谣言 没酒加油嘛 我觉得谣言的顶峰 就是CP文 去年我写了个CP文 有人出高价 让我把这对CP写到结婚 说实话 那个价格让我心动了 去年还想 这什么脏东西 现在这就是人民的艺术 甚至想一直写 就写成黄昏恋 我觉得谣言之所以传播 就因为符合人心里的想象 你们想想 三十年以后的 徐志胜和何广之 徐志胜 徐娘半老 头发 头发凸到了 只剩下了刘海 风轻轻一吹 白色的头发 绽放成了一朵蒲公英 广之看着他 想起了蒲公英的约定 广之颤颤巍巍的用手 把伞了的头发 重新捋成一捋 对志胜说 志胜 夕阳红都没有你的脸红 是不是听谣言可快乐了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在生活中 不信邀不传邀 如果你们实在忍不住的话 记得给我发微博私信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很开心回主场作战 去年一年 一直在忙孩子上学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 没有上海户口 上海有个政策 有极所大学 考上研究生是可以落户的 然后子女随签 也能跟着落户 所以最近 我一直在催我爸考研 那他说 你就努力一年 年底你就能上岸了 我爸说 儿子呀 回头是岸呀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说没了呀 你这岁数 也没法考公务员了呀 你这就是黑发 不知情学走 我爸说 那你去考呀 考公务员还稳定 我说考公务员是为了稳定吗 考公务员不是为了 为人民服务吗 我爸说对 到了面试的时候 你就这么说 我说我真没法考 我得多挣钱 我要是当了公务员 还多挣钱 你害怕不 确实得多挣钱 我们公司附近的幼儿园 一年二十万 但是还是觉得 孩子在公司附近 上学方便嘛 于是就换了一个思路 现在天天劝公司 搬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 考虑一下郊区周围 公司好像没听清 搬到了郊州 其实上私立小学 咬咬牙也行 主要是怕孩子 在上海念完高中 回山东高考 别的山东小孩 高考的时候 都想方式法往外走 只有我闺女 一个人默默地逆行 她拿着我 买给她的 回济南的高铁票 说爸爸 这难道就是乡愁吧 我只能爱慰她 这就是考验 你是不是有真本事了 闺女说爸爸 我有没有真本事不知道 但是你是真没本事啊 我说那还不怪 你爷爷没考上研 为了不回山东高考呢 我决定提前 在上海看看房子 虽然都买不起嘛 但是我们公司 最会省钱的王建国 就给我出主意 川哥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凶宅啊 真的去看了 打车过去以后 一眼就认出那中介 身份特征太明显了 穿着西装革履的 没有挂公牌 挂了一个八卦镜 我说那么凶的嘛 你这有点迷信了吧 他说哥 我干这一行之前 可一点也不迷信 然后那个小伙子 尽心尽力给我介绍房源 说这个房源 跟这个小区 其他同类房源相比 有个优点 就是它夏天 基本上不用开空调 他说我再给你 普及个知识点 就是心理上的凉啊 它不伤身体 我就给他砍价嘛 我说你这个房子 公摊有点多吧 他说哥 这可对你有利 你看这么大块公摊 都是逃生通道 当天带我看了 七八套凶宅 每到一个凶宅 就跟我讲一桩凶杀案 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我问他 还有没有更凶一点的了 凶宅真的便宜很多 普遍的要便宜一百多万嘛 我最后看那个 便宜二百多万 我说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啊 他说这个送走过两任房东 你有兴趣成为第三任吗 我说那我肯定好好考虑一下 虽然我不迷信 但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 太容易挂了 我们家里人还有人考研呢 谢谢大家 我孟川 我死了 董哥你喜欢我吧 喜欢 谢谢 川哥 这个感觉回到山洞主场 你讲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好喜欢 对大家对凶宅很了解 为什么 还有高考考研 都能听进去 孩子上学 那凶宅是不是编的还是真的 真的呀 真去看了 真去看了 这啊 他才给我推荐的 那他是真的凶宅吗 对 因为上海其实是有个网站专门卖这个东西 凶宅 对就是便宜 我觉得我也不信那个 就无所谓了 大家好 我们孟川 今天的节目来了好多新人 我作为一个前辈 我的策略就是苟且投生 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 我跟他们说 以后叫我小梦就行 因为今年说不定谁就火了 这就是在苟一个希望 这就是苟在天使轮 其实说真的已经挺知足了 因为去年的节目 已经让我收获了一些粉丝 甚至有一会演出完了 还有一个粉丝找我要签名 我就正给他签着呢 他说哥你最近忙吗 我说不是很忙 他说你不忙练练字呗 节目播出之后 好多以前互相讨厌的 善了好友的人 又重新加我微信 有的人就在微信 那个好友验证里说 说找你有事 我说有事你就在 好友验证里说呗 还有的人加上我以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怎么把我删了 他的重点是删了 我的重点是怎么 于是我就打开了 一个手机录屏 一步一步给他演示 怎么把他删呢 再想发给他 就发现找不着人了 我还会跟我媳妇聊天 我说你看现在 我也有一些粉丝了 我也算半只脚 踏入娱乐圈了 假如哪一天 我真的遇到潜规则 应该怎么办啊 我媳妇说 那你可别跟人家要太多 他说咱们都是山东人 实实在在的 这种事 讲究的就是薄利多消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透过去大会一轮游了 反正你还可以上一个 杂志节目 今年我也来笑话上边了 来到公司以后 他们就给我办了一个主打秀 我特别怕那个卖票的压力 我就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问 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说你知道咱们公司的票物 现在有好多黄牛是吧 我说知道啊 他说你这场 说不定能好好坑他们一把 平时黄牛宰客 今天咱们宰黄牛 你就是效果的刨丁计划 刨丁计划 这也太棒了 演出那天 我快到点了才来剧场 门口围得水泻不通的 全都是焦急的黄牛 100%的票 生生被炒到了80 谁能想到 因为我牛市变成熊市了 一个大哥还问我 说要票不 要票不 我说你看 我跟票上这个人长得像吗 他说啊 你还整往这样就能混进去啊 他就劝我 他说你还是得买票 逃票是不道德的 我说那你当黄牛道德吗 大哥生气了 说这不今天就遭报应了吗 我都在想 今年的节目上会不会又多了一批骂我的人 他们刷起弹幕 几只梦穿从黄牛做起 而且那场演出真的太奇怪了 平时我跟观众互动我都会问 今天多少是买黄牛票的 我那场问的是 今天多少是卖黄牛票的 我还问了前排的大哥 我说大哥 你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我们的脱口秀呢 大哥说我完全没想到啊 我说那大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大哥说不是 我们一个牛群 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都开始同情黄牛了 哇 押了那么多票 黄牛也上有老下有小的 那天都来到了演出现场 那天的演出效果真的挺一般 但是我也知道 有的人笑不出来 只是因为心里苦 而且我觉得真的 虽然黄牛很惨 但是我还挺讨厌黄牛的 因为我觉得因为黄牛 世界上又多了一个 可以用钱打破的公平 而且好多人在 有能力不公平的时候 都不会体面地选择公平 所以我觉得 还是希望大家去拒绝黄牛 口号我都想好了 拒绝黄 拒绝牛 拒绝黄牛 大家好 我怎么看 哎 我今年刚入职了效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公司的指标 是积分啊 还是游号啊 企业文化和胸茧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是山东张秋的 然后打小 我就想 我以后一定要去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化成了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村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 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 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 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一九分 而且后来头顶更加的破土而出 一九分就变成了零十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架过节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滴头 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 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张哥晋级了 你真的看一看吧 张哥有点挺啊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 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在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 我们老板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 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处 还轻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 他听乡上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 哎呦 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 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 你看路 看路 老板说 小孟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 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老板真的太抠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火晚会 还要准备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 晚上的节目报菜名 还有哥们就挺聪明 他临时改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思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 我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地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嗝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诚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谢谢大家 我是莫川 大家好 我是莫川 上节目还挺好的 上了节目还有广告牌 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 要派我举杠铃 我举了几下子 我说导演 不行了 我举不动了 不能再加片了 导演说 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杠吧 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前两天路上被人认出来了 有个哥们 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 关于狗的端子 我是做兽医的 等我做大了 一定找你代言 我说哟 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可以开了开了开了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 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怪不得倪称叫一路风光 我甚至有了粉丝群 我爸也跟着粗热闹 说儿子 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 这句话就透露出来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 帮我找爹 忙活了两个作型期 还剩下十几个显一爹 只能一个一个问 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 你是我爸爸吗 对方说孟川 你这也太充分了吧 我真的可以是吗 而且有的粉丝 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 偷偷把全名改成了小孟川找爸爸 我现在还经常会因为一些话被骂 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 就是一些人的国度解读 我感觉就像是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 而且我被骂了之后 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 我就在群里劝他们 我说 为了我不值得 没想到他们还挺劝的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 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峰了 我爸说 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没追星更严重 我给他的零花钱 他都花给他家哥哥了 这就是以哥养哥 我老问他 我说 你家哥哥也挣不牢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呀 他买了好多他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 哎 没想到啊 他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他说 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 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你也太想说了 你太要顶了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 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拿着他的哥哥跟我说 说 看看 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会拿水说 看看 看看 你家哥哥他逢了 我妹生气地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刷刷刷刷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真是 哪天男人又行了 家机无望高乃翁 我妹还找不说 喜欢他就当我交职商税了 我说妹啊 职商税这个词不准确 你能看上他就说明 你这职商应该还没有到起正点 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就是 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某某某啊 她说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太好了 她们追星是震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让每个人 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 就哇哇地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还劝我妹 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 张宝珊的感情是得随格分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认识一个人叫一路分光 我觉得我妹那张脸现在就是娱乐圈的情语表 看她的脸就知道 她最近又有哥哥塌房了 我就说你家那么多哥哥塌房了 他们的拆钱款下来了吗 能给咱家寄点钱了吗 我妹就哭哭啼啼的说 哥别闹我难受 我真的不想追星了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 我说想见也不好见了 说不定就判个武器呢 谢谢大家 我这么看 太猛了太猛了 谢谢大家 没想到突围赛那么残酷 不过我感觉我也有些优势 搞喜剧嘛 最重要的是挖掘素材 我作为一个山东人 怎么可能不会点挖掘技术 就最近这几年 我的生活重心一直围绕着孩子 从我结婚以后 我爸妈就开始催生 各种暗示 后来为了因为他们催生呢 就给他们买了条宠物狗 他们开始咸狗吵 咸狗有味道 一个多月以后我回家 我爸妈就指着我对狗说 拜拜 叫哥哥 而且呢 我妈有了狗还不知足 经常抱着那狗 哎哟 你说说 这要是抱着孙子孙女该多好啊 我说正好呗 来拜拜 叫爸爸 而且呢 后来开始悲孕了 但是我爸不知道 我爸就直接跟我说 儿子 你是不是身体有点问题啊 我看电视上说 在咱这个地区啊 没两个男人 就有一个不孕不育 而且我又不是 我说爸 我现在正在悲孕 要接言接酒 每天跑两圈 要跑六个月 我爸说 傻儿子 那你倒是努努力啊 你每天跑四圈 三个月不就行了 悲孕呢 我媳妇也准备好了 但是我有点拖延 直到看到了一篇文章 上面说 有95%以上的女性 生育完以后会忽略伴侣 我对自己说 那还等什么呢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我有时候也很爱我的媳妇 什么叫有时候 然后现在好多时候 也都是我在家带闺女 什么东西都给她买好的 喝的就是蓝河绵羊奶 喜欢这个是吗 全羊乳配方 还有什么奶粉比她更好 我其实说 这个绵羊奶挺好的 毛多 孩子长大了不秃头 我说那可拉倒吧 那喝骆驼奶的孩子以后也不能驼背啊 现在其实带孩子真的太难了 就是给小孩喂饭那个勺子 比挖二勺大不了多少 一次喂半勺 一次喂半勺 然后喂第三口拿出来 他把勺子给你买上了 一顿饭吃起来是吞吞吐吐 并且有时候呢 还经常哭闹 然后网上说 只要你比孩子哭得更大声就好了 可问题就是 有时候他能止住哭 我止不住 而且孩子哭嘛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有个邻居 他养了只狗 然后也不拴绳 那个狗见着人就哭 所以我媳妇怀孕那段时间 我跟他出去散步 都是我先出去 把狗引开 我还挺生气的 有时候我就跟我媳妇抱怨 不知道谁养的这个狗 真没素质 这时候有个大哥 一米九多 闻着身光着膀子 戴着大金链子说 我帮我妈养呢 怎么着 我那个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说嗨 我这辈子 最敬重孝敬父母的人了 之前那只狗还到处大小便 邻居们的意见都很大 但是都敬重那个大哥 孝敬父母 直到有了我闺女以后 夜里基本上是隔一着 哭一着 那个声音吧 控制在吵不醒人 但能吵死狗的程度 才一个周的时间 我就看见那只白狗 生生被我闺女 哭成了黑眼圈 现在其实 我最大的担心就是 以后怎么跟我闺女沟通 我大学是学机械的 我觉得我们功课男生吧 特别不擅长表达感情 就是我大学时期的社长 当时给他那个女朋友 表白的礼物 是自己花一个星期 用一次性筷子 做的诸葛连毒 你们知道什么是诸葛连毒吗 就弄射箭那种玩意儿 而且他不好好表白 躲在暗处 上了人家意见 人家那个女生 捂着胳膊 他就走过去 你就说牛叉不牛叉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我们脱口性行业 是吧 这个已经脏的不团结了 那我们看到 有两个人站起来要挑战 我们根据规则 在两个人站起来的时候 由孟川返选 你选择接受谁的挑战 腿野蛮 我太佩服你了 我是我 我不好意思这么说 大家好 我叫腿蹄 再要一支掌声 大家好 我叫腿蹄 我是个维吾尔族姑娘 能看出来吗 看出来了 对 我全名呢 其实叫腿蹄鼓励热节 一共六个字 然后很多人呢 就其实不太会理解 为什么六个字啊 而且我的名字 用维吾尔语年很奇怪 叫腿蹄鼓励热节 我其实你们听着 可能还有点 异语风情在里面 但其实鼓励呢 就是花的意思 对 所以我的名字翻译过来 大概就是王翠花 其实大家叫我吐蹄就可以了 很多人就会问我 啊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鼓励呀 因为新疆叫鼓励的太多了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热节呀 因为热节是我爸 就相当于我的姓 你叫我热节呢 就相当于叫李 但叫李 张柏阳叫张 Rock叫 你们听我现在 普通话说的还不错吧 对吧 但我其实是从小学一年级 才开始学的普通话 我当时入学时候的 普通话水平 就和现在一些 说唱歌手的音语水平 差不多 他们会说什么 嘿 What's up Scare 这儿没了 我当时只会说三个词 就朋友 干啥呢 腰肉串 我就只会说这么多 然后就进班里了 班里是个全普通话的教学氛围 老师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比如老师说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学一首古诗 大家跟着我一起念 啊 呃呃呃 我听到这句话的感受 就和你们听到 接下来这句话的感受 是一样的 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老师 我完全不知道老师想让我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听到全班一起喊 呃呃呃 我就想 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 啊 就黑板上有一个字呢 我就要念一下 呃 所以我念用呃啊 就是呃呃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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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 以后的很长时间内 老师都以为我是个结巴 然后老师就把我妈 叫到学校里面跟她谈话 谈话结束之后 我也很愧疚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老师刚才是批评我来着 我妈说 我其实也没太听懂 但你知道吗 你们老师好像有点结巴 现在越来越开心 我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叫土提 给你拍灯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 我们今天鼓励抢麦的朋友 我觉得土提还是很有勇气的 上来抢麦 但是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是为什么呢 我这次问问雨琪姐吧 雨琪姐觉得我太漂亮了 是吗 我特别喜欢这种有自信的女孩子 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到现在没看清楚你长怎么样 有来有回 精彩 然后我觉得你为什么就会想做脱口秀呢 这个话有问题吗 就是我真的建议你 就是你今天多大请问 我25了要 马上 那你乘风破浪可以了 你来讲吧好吗 距离乘风破浪还差几年努力 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这种女团类的选秀之类的 太凶残了 我早就听说张雨琪老师说话比较犀利 刚才提到那个长这个样为什么来做脱口秀的时候 我就想那边台上的女选手们心理阴影大概有多大 没有他们有自知之明的 好好好那就好 因为你肯定更了解他们 主题我觉得还是有点着急 因为对手太强大 你如果是挑战一个 我就不提名了 如果挑战一个某些人的话 机会还是很大的 但是很遗憾 最终只获得了一灯 所以挑战失败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可以跟大家告个别 哦你看 现在后悔了吧 你们不是评论没用 好希望大家去看线下演出吧 我一直在线下 好吗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感觉怎么样 就讲完了就很轻松 就还蛮开心的 也好加油吧 因为我和孟川的风格还差蛮多的 对我觉得万一呢是吧 土地太紧张了 没发挥好 段子很好 孟川要是选我 谁输谁赢真不一定 那我们请孟川回到主舞台 你知道你赢在哪了吗 赢在脸皮护上 你真行 哎呀我是来比赛的 又不是来要脸的对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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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觉得孟川今天开了一个好头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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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